皇帝大哭,我要绝后了,一太监悄悄说,冷宫里面,你还有一个儿子。 原标题,皇帝大哭,我要绝后了,一太监悄悄说,冷宫里面,你还有一个儿子。 万贵妃,名时一位很出名的妃子。 她虽是宫女,但是,却在照顾皇帝的过程中与其互生情愫,在宪宗登上皇位后,她便飞上之头,成为宫中最受宠的女人。 万事虽然是最受宠的人,但她依旧不满足,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结局,她便不允许不属于自己的孩子存在,就算有,也只能是公主。 于是,在她的残害下,皇帝后宫虽然充盈,但是,有孩子的妃嫔却没有几位。 凡事总会有意外发生,万贵妃房的再厉害,却还是算看错了一人,这人就是李唐妹。 历史上的其女子为后人所知的有很多,她们或是因才为人所熟知,或是因其政治才能而传于后世,但是,这位李唐妹就比较特殊了,她是因在万事的眼里下养育了名孝宗才为后人所知的。 幼时的李唐妹生活的比较艰难,她的双亲很早就离开了人世,自己也一直过注寄人理下的生活,生活的轨迹几乎是一成不变,然而,这一切在献松即位后,悄然地发生了变化。 成化二年,明居在对岭南地区的清角活动中俘获了大批岭南居民,李唐妹意在其中。 这一年,她十六岁,正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候,却被选中,进入这个看不到未来的深宫中搓垂年华。 但是,她若是不入宫,也没有什么更好的路可以选择,就这样,李唐妹在不知不觉中,彻底偏离了原来的轨道。 入宫的李唐妹很幸运,她的鸡井聪会让她在宫中处于一种比较安全的状态。 再加上她有才学,以至于,她后来成为了藏书阁的女史,与献松的缘分似乎在冥冥中就已经注定。 这天,李唐妹像以往一样,在藏书阁中工作住,献松忽然驾临。 初见献松的李唐妹没有惊慌,也没有刻意逢迎,她很平静也很得体,言谈举止落落大方。 正是此举让献松眼前一亮,与众不同的李唐妹就这样入了献松的眼。 但一夜风流过后,献松依旧只爱她的万贵妃,李唐妹很快就被她抛在脑后。 献松的生活没有因此发生变化,但是,李唐妹的生活却不在似从前,她怀上了龙肿。 本来,李唐妹若没有怀孕,那她可能就这样平淡地度过自己的余生,但是,她有了孩子,结局自然可以预见。 而万贵妃得知宫中又有人有了自己所爱之人的骨肉,她非常愤怒,却又没有办法,只能派人将李唐妹腹中的孩子做掉。 但她没有想到,去的人不但没有动手,甚至还帮助李唐妹掩饰怀孕的事情,说是她其实并没怀孕,只是肚子里面长了一个大牛子。 尽管如此,李唐妹腹中还是被万事打发到了一处偏僻的院落去了,但也正是因为偏远,她才能安全生下后来的孝宗。 孝宗可以说是不太幸运,但是,也可以说她很幸运。 她不幸生在了有万事的后宫中,但是,幸运的是她在每次被威胁到性命时总能渡过难关。 漫长的运期过去后,李唐妹为献宗但下一字。 但李唐妹声誉的消息不知怎么就传到了万事的耳中,她当即大怒,马上就派人去到李唐妹的院落,要将刚刚出生的婴孩置于死地。 当时去的人是门间张敏,看住孩子,她没能下得去手,此次,孝宗得以逃过一劫。 张敏回去复命时,万贵妃知道孩子已经死了。 按理说,那么个大活人在宫中应该很容易就会被人发现,但是,由于孝宗居住的院落很是偏僻,平时没有人去,再加上宫中很多人都不惜万事,所以,都帮助隐瞒万事。 孝宗直到长到六岁居然都还没有被万事发现,更别说他自己的亲爹了。 母子两人还是时时刻刻警惕住,生怕一个不小心,救命归皇权,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很久,终于在孝宗六岁的时候结束了。 这天,张敏似后县宗时,听到县宗说自己年老却还无字,心中很是郁闷。 张敏知道时机到了,她跪幅在地,将隐藏多年的秘密告诉县宗。 县宗大喜,很快就派人将自己的孩子接到了身边。 李唐妹不舍,但是,也知道这是让儿子活下来的最好的方法了。 县宗见到自己的儿子后,发现,因为母子两长期被幽禁,孝宗的开发尚未剪,脱至地面,瘦弱不堪。 县宗不禁泪流满面,感慨望迁。 在对比住自己与儿子的容颜,她也很是欣慰,不在年轻的县宗以为自己无字,却没料到,上天却给了她如此大的惊喜。 县宗喜的一字,于县宗来说是喜事,但是,对于万贵妃就没那么开心了。 县宗与儿子相认后没多久,李唐妹就吞金自尽了,门间张敏也跟住自杀了,关于他们的死因,众说纷纭,我们也无从所知。 李唐妹死后,其子被立为太子,跟住祖母周太后生活,也算是对她的一种保护了吧。 成化二十三年,县宗驾崩,太子即位,也就是后人口中的名孝宗朱又棠。 由于幼年生活的坎坷,孝宗一直身弱多病。 但孝宗却勤于正式,不仅早朝每天必到,而且重开了五朝,使得大臣有更多的机会协助皇帝办理政务。 同时,他又重开了经言释奖,向群臣咨询治国之道。 孝宗贤明宽厚,对正式很是关心,而且,他对发妻忠贞,后宫中只有皇后一位妃子,后人对其评价很高,是一位不多见的好帝王。 公元1505年,即大明洪志十八年,一代英主朱又棠驾崩于乾清宫,得年仅三十六岁。 明史对其评价道。 明有天下,传世十六,太祖,成祖而外,可称者仁宗,宣宗,孝宗而已。 人,宣志济,国事出章,纲纪修丽,淳朴魏离。 至成话以来,浩为太平武士,而燕安则一丹带丸,富盛则借起娇奢。 孝宗独能恭贱有志,秦政爱民,精精于宝太持营之道,用使朝旭清宁,明目康复。 一约,无平不卑,无枉不复,奸真无救。 知死道者,其为孝宗乎。 这在明史多用史比贬低明朝皇帝中是比较少见的。 ל月来 或许多高聚明显 公司 棺郎 葡营 和 世